今年的国产大片《风神》 观火感如何 北美的朋友值不值得来看 大家好,我是老院 要说今年中国的国产大片 《风神》绝对是独树一帜 在党期不足,宣传不利的条件下 现在几乎是创造了票房的神话 到现在为止呢 票房已经达到了26亿人民币 也就是接近4亿美金吧 绝对是独树一帜 今天是9月22号 好消息是呢 《风神》会在北美的一些AMC电影院上映 像加拿大的温哥华、沃泰华 像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亚特兰大 我所在的新泽西中呢 会有两家电影院上映 其中这家Edison的这家AMC 会上映到下周三 也就是27号 档期足足拍了6天啊 这在中国电影相当不错了啊 那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看这个《风神》呢 其实啊 在今年暑假我回北京的时候 《风神》在北京已经上映了 让我感到神奇、惊奇的是呢 我儿子啊 尤其是对这个导演 他讲了很多 另外呢 也问了很多关于费祥啊 他还特别期待《风神》的第二部、第三部 他说这三部曲啊 可能会创造票房的神话 那因为啊 他实在是跟我聊的太多次了 动不动就说起《风神》 所以呢 我就十分感兴趣 是什么样的一部影片 让一个15岁的孩子这么大为称赞 来看了两次 而且还推荐我 一定要来看 我只知道啊 这里的主演是费祥 然后呢 黄渤在里头有角色 其他的呢 他并没有透露太多 所以我特别期待啊 我去亲自去看一看 这个电影到底是哪一点吸引到了他 所以我今天啊 就带着这些疑问 来到了这家电影院 那我把我查到的在北美上映的这个影院 放到这个视频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这家电影院呢 是在Edison 然后很多的中国电影要上映 在AMC 我们新泽西 这个电影院都是有档期的 今天是星期五 电影院里也没有什么人 我这个电影呢 还是比较便宜的 花了九个美元 时间很快啊 这个电影看完了 我现在出来了 这个电影怎么说呢 我觉得确实是啊 最近几年少有的 非常好的这个电影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非常值得一看 尤其大家如果是在国外啊 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中国的电影 那这部影片的水准 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非常值得来电影院啊 来看一看 从几个角度来说呢 第一啊 他这个还是有故事情节的 不是那种像这个 叠中叠七这种瞎打 也不是像那种搞笑的 他这个还是有故事的设定 所以这个编剧的水平啊 还是很高的 而且呢 这个电影看完了以后 他其实是三部曲 这个呢 应该是第一集 所以说两个多小时呢 很快 这个你根本不会在里头 就是说你觉得看不下去啊 或者说哪儿哪儿不吸引人啊 这个完全没有 非常好 从这个演员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演的都不错 这些主角吧 像废强啊 我觉得废强吧 很难看出来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啊 然后这个胸肌啊 练得确实很好 就开玩笑啊 说是如果是中年妇女 那绝对特别喜欢 或者说是奶杀手 哎呀 我觉得六十多岁的人 如果练成这样 真的是很厉害 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啊 就是说像我儿子这个十几岁的 这个小孩子 他对他也特别感兴趣 觉得可能是从演技角度来说吧 而且是从这个人吧 因为这个人毕竟 他不是在中国的影星嘛 像我儿子原来完全不知道这个人 然后现在也知道 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 真的很难得 这是从形象上 然后这些演技呢 就是不光是废强啊 还有几个演员啊 包括这个江子牙 包括这个李雪剑 演的这些都非常好 老戏骨啊 包括一些所谓的 可能年轻一点的 是小鲜肉 但是在这个剧里的呢 绝对是演技非常好 总体呢 就是说这里的演员啊 都是演技派 然后呢 不是小鲜肉 都是那种非常有阳刚之气 非常好 非常不错 而且里头呢 还有很多的场面 就是我觉得也特别不错 尤其是像我们 它可能是西齐 我不知道它是哪个地方 但是很明显是中国的西北的景色 是不是新疆啊 我聚过新疆 日落的那些拍的 非常好 非常美 而且呢 它也不是很多的电脑制作 很多都是真正的拍 像齐买啊 在风景上 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景色 而不是说很多的 电脑制作 这一点也非常唯美 而且这个电影呢 就是很用心 它里面有很多的画 你细琢磨啊 比如说刚开始的 说这个马 马能看见什么 其实人让他看见什么 他才能看见什么 像这种比较有意义的画 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如果像我儿子这样15岁 他能看进去 如果他能琢磨这些画 我觉得就是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深度 非常有高度 他这个三部曲啊 我觉得也是故事情节的设定 非常好 未来两部呢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儿子非常期待了 第一部非常好 而且呢 明显这是一个大的故事 现在还没有结束 刚刚是头一部分吧 所以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我也很期待 再出来的时候 我也一定会去看的 所以我也不能剧头太多啊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 一定要这两天抓紧时间 在北美啊 加拿大 美国的一些上映的 有限的电源里头 抓紧来看 非常好 非常值得啊 绝对值回票价 那你像对比 今年暑假的几部大片啊 我觉得它不像 叠中叠期那样 就是从头打到尾 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 比较简略吧 像它这个故事情节 既复杂 又这个 挺有意思 神仙和人间 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还是 故事情节的设定 既合理 然后呢 又有一定的历史 尤其小朋友爱看啊 十几岁的这个 中学生爱看啊 我觉得 对他们学习中国历史啊 这种文化啊 非常有帮助 另外呢 它也不像这个 奥本海默那种 90%以上 都是对话 这个 就是很难懂 然后情节也慢 像它这个呢 又有快的时候 又有这个 大家的宏观的 大场面的制作 又有这个细节 人物的刻画 哎呀 我觉得这个电影 真的是不错 还是这个 建议大家 能来电影人看的 一定要看 这个电影啊 非常棒 近几年 少有的不错的啊 有高度 有深度 看看这个国产大片 相当不错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啊 再见